主人已逝 微信却仍然消息不断 操控微信的究竟是谁 四岁的孩子又是被谁 偷偷接走 二十二岁的他和三十多岁的他 有着怎样的纠葛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之一 王者发来微信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话说人死如灯灭 一旦离世了 自然就切断了与这个世界的所有联系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事相当的诡异 有一名男子他跟人微信聊天 聊着聊着居然发现对方根本就不在人世 听上去这说法挺惊悚的吧 不是我们故意夸张 而是其中的确隐藏着个巨大的危机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位是陈先生家住山东辽城市 4月11号一大早 他来到派生所报案来了 他整个人是相当着急 报什么案呢 他是这么说的 陈先生口中的这个他指的正是他的前妻周翠云 在这我们来介绍一下陈先生的背景 陈先生今年三十多 一年前他离婚了 唯一的女儿妞妞四岁跟着前妻住 于是陈先生就这么恢复了单身 独自一个人居住 可是不久前前妻周翠云竟然在微信上主动来找陈先生了 表示想复合 来看看这聊天记录 前妻周翠云说 我们领了证 我会换了号 同心来过 陈先生的回答则是 以后脚踏实地 有了这一层默契 这已经离异的这个夫妻自然又重新联系起来了 并且前妻周翠云没几天就主动带着孩子搬到陈先生这儿来住了 破镜从圆 很难得 好事 可是这事情很快又出现了转折 就在事发的这天凌晨 陈先生正打算回家 前妻竟然发来了这样一条微信 内容是这样的 燃姐跟她老公吵架了 上咱家来了 我劝她 陈先生一听这意思就是让她别回家 于是她就问了 谁 我回去吗 但是前妻赶紧就说了 不用 并且还加了这么一句 我知道老公 我知道该怎么办 你好好的去办公室等媳妇 听话 这一茬来的太莫名其妙了 陈先生这心的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一时之间呢 他又想起了两个人之前的矛盾 心里就窝火了 甚至怀疑妻子会不会是在欺骗他呢 于是他立马就开车往家里赶 他倒要看看这前妻到底背着他在干什么 当他打开家门 果然他发现客厅里头漆黑一片 哪来的什么个人呢 不难想象陈先生有多生气 他决定再给妻子最后一次机会 凌晨4点43分 陈先生在微信上发出了这样一句话 你在家吗 很快 前妻周退役回答 嗯 陈先生一看这就更气了 马上回了一句 我现在在家 接下来 微信里再也没了前妻的消息 前妻这是作贼心虚吗 但是突然呢 陈先生看着紧闭的那个房门 他萌生了一个更加让他恼火的想法 这前妻该不会躲在房间里头 有什么不敢让他发现的事吧 于是他上前轻轻的拧了一下这个门把手 嘿 还真是烦躲着呢 我以为他在一半的不够开门的 我瞧着我 我面前让我再上去两个人 时间不长 但是陈先生心里头已经是思绪翻滚 他害怕去打开那扇门 可是他更加害怕不打开那扇门的话 心里头永远无法安宁 他甚至冥冥之中有种直觉 那门后掩藏着一个他无法面对的真相 犹豫了很久 陈先生呢 还是走上前去了 但我凡事招钥匙没招到 最后我拆了门 门 拆开了 但是门开之后 陈先生怎么都想不到 他竟然看到了有生以来 最为震惊 最为可怕的一幕 他的前妻躺在地上 身上盖了一床被子 但是已经没有任何气息 等他前夫把门拆开的时候 发现死者已经躺在地上了 已经死亡了 谁能想得到 陈先生与前妻不只是一门之隔 还是天人永隔 当时陈先生整个人都僵重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这一切 甚至他开始有了巨大的恐惧 前妻已经去世了 那么就在几分钟前 与他在微信里头聊天的 那人是谁呀 已经死亡了 而他这时候微信 还跟他说过话 怪力乱神的话 咱们就不好说了 但是陈先生当时心里头 确实是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那明明就是前妻的微信 明明就是前妻一贯说话的语气 难道这真的是前妻在于自个儿告别吗 陈先生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正常思考了 恍惚之中 他跑出家门 来到派出所报案 当然了 警方这边是相当震惊 立马就来到了案发现场 那么陈先生的前妻周翠宇是怎么死的呢 警方掀开了他身上的被子 看到他身上有多达11处刀伤 显然他是被人杀害了 并且警方判断第一现场很有可能的就是在客厅 这样的结果让陈先生非常震惊 再加上气氛 他就想不通了 怎么会有人来杀害前妻 他看来前妻就是个相当普通的女人 也没结果丑 怎么就落得个这样的下场 是啊 是谁杀害了周翠宇呢 关于这点 警方其实已经有了目标了 他们拿过陈先生的首期 开始翻看陈先生与前妻的这个怒话 是啊 陈先生震惊之下觉得那些对话有点玄乎的味道 但是在警方看来呢 相当明了 这就是凶手在杀害了周翠宇之后 拿走了他的手机 冒充周翠宇跟陈先生聊天 即目的不难猜测 你想想那些话 反复叫陈先生不要回家 不就是怕陈先生发现前妻的遗体吗 如此凶暗 手段还相当残忍 警方特别重视 很快就成立了专案组 但是很快呢 陈先生又说了一个更为着急的情况 而是前妻周翠宇已经被害了 可是孩子呢 孩子去哪呢 前面我们说过 陈先生跟周翠宇有个四岁的女儿 原本的陈先生以为女儿跟前妻在家 但是现在看来家里头根本就没有女儿的踪影 这消息让警察就更加紧张了 妞妞是被凶手抓走了吗 就怕孩子出什么问题 既然说孩子母亲已经去世了 你如果说孩子在出了什么问题被杀害 那我们就感觉我们心里特别难过 事不一时 警方迅速行动 开始寻找妞妞的踪影 一方面是为了解救妞妞 另外一方面找到了妞妞 也就等于找到了凶手 很快 一段视频来到了警方的眼前 这是妞妞幼儿园外一条道路上的天网视频拍摄到的画面 这个小女孩就是妞妞 而这个穿着黑衣服的男子 据幼儿园老师回忆说 4月10号那天下午 就是这个人把妞妞给接走了 当时他自称是幼儿园的舅舅 我们在进一步的对幼儿园老师进行了解的时候 幼儿园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 他就说是在下午4点到的时候 就是小孩的这个母亲 就是死者 曾经给他发过微信 说是让他的一个弟弟去接这个小女孩 听到关键了吗 周翠云的微信 又是那个微信 骗取了老师的信任 顺利的带走了妞妞 警方判断拿着周翠云手机的 应该就是这个黑衣服的男子 但是他是谁 越看视频 警方越觉得有点毛骨悚然的味道 没什么这么说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段这段视频 大家看妞妞这个状态 一边喝着酸奶 一边一蹦一跳 显然妞妞一点都不害怕 再看后边这段 那男子甚至蹲在路边上拿出手机 给妞妞拍起了视频 一看到这儿 陈先生的情绪就更加激动了 他拿出手机 翻看了微信 跟前妻的这个对话里头 正好就有一段女儿的视频 看时间 就是这男子拍下来 发给他的 至此警方确定 这名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 只不过这名男子是谁 大家继续看监控 只见这男子呢 又陪妞妞玩了好一会儿 再后来呢 妞妞甚至都调皮的脱下外套 劈到这男子的后背上 两个人又闹又笑 这说明什么呀 妞妞肯定认识这个人呢 甚至还相当的熟悉 通过这个监控 我们可以看出 犯罪嫌疑人很顺利的 将小女孩从幼儿园接出来了 小女孩和她走的时候 还蹦蹦跳跳的 说明她和犯罪嫌疑人关系很好 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 为什么嫌疑人 能够顺利的进入陈先生的家呀 为什么他能够模仿周退云的口气 跟陈先生聊天呢 因为这根本就是熟人作爱 既然是熟人 大家可能会说呢 那让陈先生认认不就行了 但是接下来嘛 这事情又陷入僵局了 因为他现场不是有他的亲属吗 就是死者的家属和这个 他前夫的家属应该都在现场 我们再对他 就跟他前夫对这个男子见面 他前夫并认不出来这个男子 他不认识这个男子是谁 而且他前夫家里人 也都不认识这个男子 没错 别说认识了 陈先生满肚子疑惑 女儿什么时候跟一陌生人 这么亲戚的 警方无奈 只好继续追踪 好在呢 这个道路监控现在实在是发达 顺着路线 警方再次寻到了这个男子 跟妞妞的行踪 事发当天 也就是11号的凌晨5点 监控拍到 他带着妞妞上了一辆出租车 向这个出城的方向去了 到了国道 警方拍到 男子又换了一辆出租车 而这次他没有带上妞妞 在冠县医院附近 犯罪嫌疑人将小女孩 弃之于第一辆出租车上 自己换成一辆出租车 沿三铃子国道 经辽城市 跑往济南方向 警方赶紧就找到了第一辆出租车 幸运的是那出租车司机 正要带着妞妞去派出所呢 据司机说 那名男子下车之后 他才发现妞妞居然被丢在后座上 睡着了 当时他整个人都懵了 怎么都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丢孩子呢 听到这个消息 陈先生也赶过来了 被警察抱住了女儿 可以说妞妞总算是有惊无险 案件没有往更严重的情况发展 但是整件事却让人更加疑惑了 之前警方其实还有猜测 这男子会不会是为了拐卖孩子 才对周翠云痛下杀手 但是现在看来 他根本就不要妞妞 既然如此 他又为什么要去幼儿园骗走妞妞 这不可常理 虽然有疑惑 但是警方并没有停下脚步 追踪继续 并且很快有了新的进展 4月11号上午11点 也就是接近仅仅6个小时之后 警方追踪到了嫌疑人 乘坐的第二部出租车的踪距 中午12点 警方已经跟随在了 这部出租车的后头 趁着出租车在等红灯 警方决定一举把嫌疑人拿下 这就是那名接走了妞妞的黑衣男子 据他自个儿交代 他姓王 这王某在接下来的审讯当中 终于坦白 这一切都是他做的 但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这王某实在是太年轻了 您知道了 他多少岁了 96年出生的 才22岁 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为什么要杀害周翠云呢 涂财 陈先生家没丢什么呀 涂孩子 他又没要妞妞 情势 周翠云都30多了 比王某大了10多岁 这有可能吗 这别说呀 世事难料 据王某自个儿说呀 他真的就是为情所困 最终疯狂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手机交易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嫌疑人已经落网 22岁的王某 而随着王某的交代 却让大家听到了一段有些难以置信 又无比感叹的故事 王某说 这两年他拿着手机别的不爱干 就喜欢看网络直播 在里头看到喜欢的主播 就会打个赏什么的 当然了 在这里也要说一句 王某年纪轻轻 自个儿肯定是没什么钱 但是王某的家庭条件好 父母给的零花钱是相当可观 于是王某一直自认为是富二代 他也不工作 只爱花钱 有一天 他在直播平台上看到了这么一个视频 视频 小视频 不是他直播 他一个朋友的孩子 用他那个直播 用他的号唱歌 我看见了 这个他 当然指的就是周翠云了 就这样 王某跟周翠云就有了第一次交集 一会儿他出来了 出来他加了我的微信 起初呢 王某说他并不知道周翠云的年龄 看到周翠云的照片嘛 清秀美丽 他相当动心 就这样 俩人通过微信呢 就每天聊天 产生了感情 没多久 这俩人就见面了 这时候王某知道了周翠云已经三十多了 甚至还有个女儿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让王某退缩 甚至还让他产生了一股新奇的感觉 他把这种感觉总结为是真爱 于是王某跟周翠云就同居了 也正是这段时间他跟妞妞亲近起来了 四个月后 王某向周翠云提出了一个要求 到今年四月初的时候 这个王某想跟这个女的订婚 就是跟这个死者订婚 王某的举动挺让人意外的 当然了周翠云也吓着了 他没想到自个离婚不久 跟小男友也才认识没几个月 他居然就求婚了 但是周翠云怎么说呢 他毕竟比王某大了十多岁 早过了那冲动的年龄 所以对王某的求婚 他提出了他的条件 死者开始对这个王某说 如果订婚可以 但是得需要五十万的彩礼签 五十万 虽说王某的家庭条件不错 但是向父母要五十万当彩礼 王某也不敢开口 再说了 王某一直以为他跟周翠云是有真感情 这真感情怎么能为金钱玷污了呢 更何况他平时对周翠云已经够好的了 我给他买了件雕在东北 花了两万多 花两万六 这边王某是一心哀求 可是无奈周翠云根本不为所动 甚至还主动联系了前夫陈先生 更是搬到了陈先生家里居住了 他说他必须得手里有钱 他说我比他小好几岁 怕到时候再不要他了 每月五十万 我就不再跟你见面了 我就跟我前夫复婚 这就让王某太气愤了 他觉得自个儿掏心掏肺的 周翠云竟然丝毫不顾情面 四前一想后 四月十号上午 王某带着凶器就来到了周翠云居住的陈先生家的楼下 王某说他看到周翠云骑着电动车 送妞妞上幼儿园 看着周翠云又回到了前夫的家 但是越看越庆 拿出手机就给周翠云发了个信息 五百块钱现金 让这个死者去拿 骗着周翠云开了门 王某一把就把周翠云推到屋里头 脸上的是一片阴沉 到时见到露着那个刀尖 死者这时候一看 也应该是很慌 然后就把他的抱住他了 就抱住这个王某了 然后把他拽进了屋里 还在问他 就是说你要钱还是要我 王某说他当时告诉自个 这是他给周翠云最后的机会 但是周翠云的回答呢 却让他撕心裂肺 我就问他 还愿意给我再放 他说愿意 我说愿意这个钱有更重要吗 什么少一分也不行 听着周翠云的话 王某是怒火攻心 然后呢你有什么多点 周翠云就这么离开了人世 或许他怎么都想不到一次意外的相遇 一份有些不对称的爱情 竟然就这么葬送了自个的性命 死者已疑 我们不方便再对周翠云的行为 做出什么评价 但是关于王某 周翠云或许永远不会知道 他会这么冲动 最后甚至痛下杀手 却不是没有原因的 事实上 王某认识周翠云那会 才刚刚刑满出狱 因为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他后来因为复刑三年多刚出来 没错 这不是王某第一次触犯法律了 你说年纪轻轻的 王某怎么就屡屡的误入歧途 在这我们不妨再来谈谈 王某从小的这个成长经历 前面说了 王某老认为自己是富二代 从小就被父母捧在手心里头长大 独生子 家里独生子 也是有钱的时候就花 要牵手要钱就给 孩子要钱 父母给钱 这在本质上没什么错误 但是宠爱的同时 也不能忘记管理和教育 可惜王某的父母实在是 逆爱有余管教不动 小时候上二年级三年级 那时候吃饭 给钱吃饭 不给钱我就不吃饭 一棵树苗 如果一开始就被种歪了 那长大之后 想把这棵树再掰正了 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于是王某输学了 再然后王某为了钱开始盗窃 而到了今天 出狱的王某显然没有改过自新 他再次犯下恶行 夺走了周翠银的生命 更是夺去了妞妞 享受母爱的权利 不得不说 和气残忍了 当然了 说到妞妞还有个疑问没解开 王某最后为什么要去幼儿园把妞妞接走呢 据他自个儿说 他并不是想伤害妞妞 他都认为如果一旦说实则被杀了之后 没有人去接这个小女孩 那幼儿园的老师肯定就会给他家里联系 谁来接这孩子 这样一接孩子 整个事情都暴露了 索性警方行动及时 妞妞没有受到伤害 顺利的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而王某毫无疑问 他的所作所为 都将交由法律进行审判 或者再次服刑 又或者他将一命换一命 一切疑点全部解开 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法放下 悬疑剧的背后 却是上演了这样一场悲剧 怎么能让人不遗憾呢 幸好警方只花了六个小时 就抓住了嫌疑人 更是救回了妞妞 可以说迅速阻止了悲剧的继续 多亏了他们 再来说说周翠云吧 死的实在冤枉 可是又不得不说 曾经的他挺糊涂的 他自以为从微信里头 找了个年轻的富二代 可以傲娇耍横 自以提要求 殊不知 对方曾经为非作歹 并且根本没有改过自信 您说说 遇见这么个人 可不就把自个赔进去了吗 所以在交友的时候 还是最好不要通过 什么网络软件 而是应该在现实社会中 知根知底 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有过什么样的过往 社会关系如何 也最好要打定清楚 了解全面 这幸福有时候是缘分 但更多的时候 是靠自个去把握 一列火车 一列火车一张卧铺 被褥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丁面那么高 难道他不害怕孩子 有一些事是什么 看似朴素的夫妻 言语却难以琢磨 刚满月的婴儿 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明天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之 卧铺上哭泣的婴儿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来浪发誌告示 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 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 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应用市场 去下载手机 这样一代客户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